嗯 这串手链 我还以为是你要送给哪个小姑娘呢 此为北海定情如所作 本事只有情段之事才能摘下 如今 你我姻缘在续 她总算 又回到你手上了 好 姨月 嗯 你去看看师母他们在聊什么吧 你说你师父一个老顽童 会不会在成婚的时候整骨我俩呀 说不定哦 那我还真得去看看 等着我啊 去吧 你 难道连陪她走完最后一场的时间都没有吗 师兄 你 吓死我了 托儿 姨月 我到底还能陪你多久 弘陵 姨月 师母跟月老公公学好日子了 就定在下个月 弘陵 弘陵 去哪儿了 弘陵 怎么了医院 弘陵 我的红线 我的红线去哪儿了 什么红线 你手上带着的不是只有手链吗 不是师母 我真一直有个红线 我现在怎么看不见了 冤了公公 姨月 你先别着急啊 我那个徒儿呢 说不定突然间有什么事儿 没来着急跟你说 就走了 先前你用她半身龙骨和法力 才能看到这些 如今她刚进了一战 法力不足 看不见也是正常 你别紧张 你确定 哎呀 这丫头 我骗你干什么呀 我现在就去 把那丑小子找回来 我去问问她 有天大的事儿 也应该跟姨月姑娘说清楚呀 看把姨月姑娘气的 是啊 姨月 也许童公子临时有事要忙 她师父 都在这儿呢 跑不了 好 反正 只要有这根红线在 无论是逃到天涯海角 她都躲不掉 对 她跑不了